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看到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燃烧状态给碎片充能 然后使用盾牌攻击释放火焰冲击波 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狼甲没法打索拉里斯 所以被我排除出飞升塔名单了 而凤凰虽然上线似乎更高 但是打低层低等级敌人 有些大才小用的感觉不太舒服 所以我准备做一个比较功利的刷塔配装 而我的选择是神盾号角 总体思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耗流 关键就是这个天地倒转戒指 让我的实际攻击可以提前结束减移效果 并且把原本的持续性伤害一次性给打出来 同时号角本身还有一个大幅提高武器记忆伤害的碎片 所以生存和输出都很强 接下来的配装是我一直想尝试的孔雀弱点盾激流 这个盔甲有一个碎片让我的所有盾牌攻击都被视为弱点攻击 不得不说音效非常爽 一个盾机清掉一片杂冰也很有趣 但是强度似乎低了一些 所以打完一次塔就被我冷藏起来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迎来了自己设计的第一个配装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完全是巧合 我本来根本没打算尝试这个盔甲的 你看我玩凤凰的时候有一个诅咒强化物 可以把火系伤害加成转换成简易效果强度 所以我一直都非常专注于收集带有火系伤害加成的装备 可惜一直没什么好运气 而在刷竹竹装备的时候 我也记得有这么一个类似的强化物 是把虚空伤害加成变成简易持续时间 同时说来也巧 我莫名其妙的就攒了一大堆有虚空伤害词条的装备 所以我觉得最好就别浪费了 决定试一下专精于虚空伤害的盔甲 莫比无私 我也都学习过四个配装了 所以对众神陨落里面的配装思路也有一定理解 这里就先跟你说说我的思路 很久以前接触战斗系统的时候 我就觉得呢 这游戏里面的好多攻击都带有冷却或者充能 因此这些攻击呢 让我觉得更像是传统RPG里面的技能 而在暗黑破坏神这种更加经典的配装游戏里面呢 一般虽然技能很多吧 但是一个配装只需要关注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尽量让他们更强 而不是反过来尝试把一大堆技能都用起来 最后呢每个都不怎么强 在众神陨落里面 我觉得也是类似的道理 就比如狼甲配装呢 就完全以暴击为核心 孔雀和凤凰的配装就以盾技为核心 而耗角则是武器技艺 所以呢我就想在设计一个配装的时候 需要先选定一两个核心的攻击方式 接下来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他们展开 剩下的攻击方式就不考虑了 至于围绕这个核心攻击方式的工作要如何展开呢 我的理解是你当然可以去对高输出 或者是基于这些攻击来强化生存什么的 但是一切的前提都还是 你要能足够频繁的使用这个核心攻击方式 毕竟很多攻击它都是带有冷却或者充能的 如果你不针对性的使用装备 就没法高频使用 等这个高频使用的首要问题解决了 剩下的资源才能拿去处理生存输出之类的目标 这就是我的思路 起码前面的四个配装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 现在我需要用这个思路来设计自己的配装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选择核心攻击方式吧 那有什么依据呢 很简单 就是盔甲碎片 这是每个盔甲之间的最本质区别 那就让我来看看莫比乌斯的碎片 第一个碎片看起来可以强化对决能力 但是面对单个敌人就没什么用 同时这个碎片并没有限定攻击方式 第二个碎片是绑定到盾牌攻击上面的 这个暴浪冲击呢 就是盾牌飞回来以后释放的后续攻击 如果要用这个碎片呢 就需要把盾牌攻击作为核心攻击了 第三个碎片与红锡和执政官狂怒有关 估计如果选了这个碎片 我就可以几乎无限的使用执政官狂怒了 还有最后的碎片 可以提供看上去非常诱人的加成 但是必须使用急性攻击 我感觉这些碎片看着都挺好的 不像之前玩的一些盔甲呢 总有一些废的碎片 不过我在孔雀配装里面 已经体验过执政官狂怒了 所以这次暂时不考虑碎片三 而这个碎片二呢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让我不带任何特定装备 也可以消耗减移效果 之前我就觉得呢 如果必须带天地倒转 占用一个戒指格子 那其实损失了很多可能性 所以这个碎片二我是想用的 最后呢我就指定了碎片四 放弃了第一个碎片 那这样想完之后 我确定的核心攻击方式 就是盾牌攻击和急性攻击 碎片二意味着这是一个会用到消耗的配装 但是呢又不像常规消耗那样子频繁 所以我并不能完全靠消耗来输出 还是要有一定的武器记忆直接输出能力 那最后的总结就是 这个配装需要频繁使用盾牌攻击和急性攻击 并且在具备较强的直接输出能力的同时 在面对强敌时也可以通过消耗打出爆发 那如何围绕这两个核心攻击方式来选择装备呢 盾牌攻击对应的是龙卷长剑 暴击恢复盾牌充能 急性攻击对应的则是一个诅咒强化物 可以显著提高充能速度 那好吧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有别的想法 我觉得呢 既然放弃了碎片一损失了一定的对群能力 那我就用一个战锤给它补回来 同时呢我没有兼顾强力行运祝福和龙卷的虚空长剑 所以我就放弃了龙卷 我就拿着这个思路去试了一下 发现一来呢盾牌攻击频率太低了 二来战锤不仅没能真的补强对群 而且攻击频率太低 无法快速给急性攻击充能 所以我赶紧回去改了配装 把战锤改成了龙卷长剑 这才盘活了这个配装 这样一来呢我选择的核心攻击方式就都可以高频使用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围绕它们继续堆高输出和生存 这个才是要真正敲定大量装备选择的时候 说是这么说呢 但是我之前做那四个配装的时候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其实好多装备组合套路都是通用的 比如我在上期视频介绍狼甲的时候 我就说过以暴击为核心的一系列装备联动 实际上呢因为这个联动能让武器记忆快速充能 而不管什么配装呢 基本上都不可能绕开武器记忆 也就是说武器记忆它本质上是一个通用的核心攻击方式 所以这个以暴击为核心的装备组合 基本可以掏到任何配装上面去 现在呢我就是把这套组合掏到了莫比乌斯上面 一下子就确定了好座装备的选择 所以剩下的工作量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大 接下来呢我又针对虚空伤害或者诅咒效果这个特色 挑选了一些独特的装备 比如说这个项链 最后呢我就把所有装备都列出来吧 如果你想要详细了解可以仔细看一下 总的来讲呢 我觉得把一部分通用的装备联动给提炼出来 然后不断的套用到新设计的配装上面 节省一定工作量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这让我设计配装轻松了很多 并不会出现我早先设想的一头雾水的情况 也许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法 事实上呢这个莫比乌斯配装的实用性远超我的预期 现在它已经是我的光明石这个指定配装了 玩起来非常舒服 不仅输出足 而且呢 频繁使用盾牌攻击和切换武器 玩起来也很有意思 所以这就是我第一次设计配装的故事了 不知道你是否觉得有趣呢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思考与验证的过程非常充实 现在我基本上体验过了除超凡塔之外的所有内容了 而超凡塔呢 我感觉更多还是花时间刷出更好的装备 但是在心理体验上面呢 不会有太多不同 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了 那么下期视频我就最后总结一下 自己在众神陨落中的经历 就准备结束这个系列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想要一起体验像大佬一样玩游戏的乐趣 别忘记点赞和关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